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活動 今天的哲午 大家今天要談的是 白孔下的香港 抵抗跟希望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看待這次 尤其是在國安法開始以後的香港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到 我們邀請到幾位 幾位有一位還沒來 李慧仁導演還沒來 今天來到現場跟大家討論這個議題的 第一位是江明彥 他是經濟民主聯合的研究員 你還會去香港完成你的學業嗎 他在香港練書 我有點懷疑他能不能回去香港 繼續完成他的學業 第二位是Dustin 香港編成青年的秘書長 有時候名字我習慣叫編青編青 然後就有點忘記他的學名 香港編成青年的秘書長 我們就開始今天晚上的折舞 其實我覺得這個空間也好 或折舞也好 就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在培養大家的反抗的意思 你看除了香港開始反抗 然後現在泰國開始反抗 然後我們馬來西亞過去也一直 現在也在反抗當中 其實我是馬來西亞人 我們來講說一開始 現在喊幾個口號 不過現場可能還有一些人還在路上 所以我們待會兒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來喊不同國家的口號 我們來提升一下大家反抗的意思 然後看未來這個區域裡面 我們怎麼樣來透過了解以後 來互相的聲援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請敏彥來跟大家討論這個議題 他有準備一個PPT 港版國安法的影響 那我們就請敏彥 來 來 過來 那我按個獎費 好 各位好 我應該不用多自我介紹 我已經讀完香港的大學了啦 我不用回去完成我們的學業 對 當時我也是滿擔心 沒辦法回去完成我的學業 我也是路徑都很緊張 很想要拿到畢業證書 還好拿到畢業證書 那 基本上我今天就先用一點時間跟大家來過一次 我怎麼看港版國安法 現在的對於台灣的影響 或者是說怎麼看待北京的決策過程 他可能有哪一些轉折 或者是他 我們身為台灣人 在看香港的處境的時候 應該關注的重點有哪一些 基本上 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網路上面有沒有 常常看到那個郭明松教授的分析 他提出一個概念叫做法律閃電戰 法律閃電戰 他是用二戰的時候納粹在襲擊歐陸 歐洲的這些周遭國家的一個概念 就是閃電戰 用炫燃不及電耳的速度 就把整個歐陸國家吸取過一遍 那法律閃電戰在這個地方的概念 他所指的意義就是在於 在我們都還沒有意識到 中國要拿國安法這個東西來處理香港 甚至還延伸到全世界的狀況之下 他就已經發生了 而且其實更讓人感到震驚 或是令人需要警惕的地方就是 如果大家要仔細看國安法的條文 甚至是把國安法的第43條實行細整看完的話 你會 我相信大家會感到非常擔憂 擔憂的點是在於 中國對於香港的所有社會部署 他要針對哪一些社會階層 哪一些職業團體 他要針對什麼人什麼錢 什麼位置上面的什麼東西 都寫得一心二處 要怎麼做 他在法律上面的工具 都已經把路徑寫出來了 這個東西雖然我們常常看到中國丟什麼法律 丟什麼法律書 好像因為他們不用經過什麼立法機關 他們也不是民主國家 所以我們好像都不是很在意 他們到底通過了什麼法律 但是如果我們從他的法律條文的這些邏輯去理解話 我們其實可以知道 他做了非常十足的準備 一方面是他做了非常十足的準備 他對於香港的了解非常厚澈 他對於這整個半年到一年的反送中運動 他想要處理的香港人 他也指得非常清楚 但是他在一個完全封閉黑箱的情況之下 在全世界可能包括台灣社會都沒有準備 他要把這東西斷出來的時候 五月底今年中共兩會就喊出說 他要用六月底的冷大常委會去通過 後來確實通過 甚至到六月三十號冷大常委會已經通過了 習近平現在下午簽署了 晚上十一點要實施了 到晚上十一點之前全世界都沒看到國安法的條文 結果一端出來 他再來就覺得事情是嚴重的 好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就必須要先反過來回問說 那到底北京的部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那老實說我先說我的答案 我不認為北京對於國安法的思考是從反送中運動 一開始就開始 但是支持立國安法的聲音在香港一直都有 乃至於在反送中運動的期間也一直出現 如果我們回去看幾個比較重點的發言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認識這個鄭永恬教授 他是在新加坡的一位中國博師 他常會對香港議題和中國形式做出解讀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我自己現在也是中國研究的學生 碩士生 我們通常在研究中國政權的時候呢 我們的材料是不足的 因為他是一個封閉的政權 他的決策是秘密的 所以老實說我們沒有太多實質的材料 可以去指認說他到底我們就是實質證據是什麼 但是常常這個政權會透過一些學者、博師來傳聖職 傳給全世界的普天王土之下的這一些 臣民們說就是融蟻們說就是我今天北京這個皇室 他打算做些什麼事情 那鄭永恬教授其實他講的話就是一個 非常常常會當作傳聖職的一個指標 那我們看一下他當時 8月20號的時候在人民日報上面講什麼 他說香港會有那麼多動盪 就是因為裡面被外國勢力干預 這外國勢力不只台灣喔 不只那個英國、美國 而是香港本地的人他的認同就是在想自己就是外國人 所以他在這個國安法思考裡面 他認為一定要強化香港人的中國認同 而且他把認同這個概念跟國家安全這個概念就綁在一起了 所以簡單來說講得粗暴一點 他就是要除掉這些你不認同中國人的香港人 那這個地方就會安全 中國就會安全 然後他還特別提到一個重點就是 為什麼會這麼亂 因為法院沒辦法控制 那為什麼法院沒辦法控制呢 因為香港的法院裡面有幾個反觀 他還是英國殖民時候留下來的一些普通法系統裡面的反觀 大家如果熟知普通法系統的話 其實這個普通法的法庭他是可以借其他同樣採用普通法的國家 像是英國啊 澳洲啊 去把這些法官調過來這樣子 所以這些法官如果不聽那個行政機關的指令 不聽北京政權的指令 他就會覺得這個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這種年的時候就說外國司令控制法庭 那個國安法如果要立的話 要處理外國司令 在法庭裡面這些司令 那劉兆佳 劉兆佳是一個社會學家 然後他是全國港澳理事會 一個國務院下面的機構 你把那個全國港澳研究會的理事的名單列出來 就會大概看得清楚 目前在當中國國司的那個教授沒有男嫌 那劉兆佳在11月21號去年的時候 在日本的新聞上面他放了什麼消息出來 他講得非常清楚了 後來看到完全實現 他說如果有國安法應該要設立國安公署 那國安公署要幹嘛的 就是情報機構要派情報員進來 而且必然是中國人 那要理定國安的罪比呢 他裡面提到去年11月就說要分裂國家 判斷 煽動 顛覆政府 這個後來其實我們在條路裡面都一一見到 更重要的他提醒那個北京政府該怎麼做 一定要到過本地立法 因為他 香港政府沒有那個本地 所以他一定不信任那個本地的立法機構 他連林鄭月娥都不信任 那他說那個港澳跟澳門學學 澳門的國安法立的這麼完美這麼精準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看前面那些聖旨的內容傳完之後 我們來看這一次的國安法架構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從架構來看的話 簡單來說四個國安委員會的國安公署 剛才講的那個情報機關 然後警務處裡面也立了一個國安處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警務處又國安處 那個課程是什麼牌我也太知道 然後還有那個律政室的專攻檢供科 這重點在哪裡 重點就是後面所有的任命 裡面那些行政官員的任命全部都有中央 一定要有中央 然後有一些是要過那個林鄭月娥的那一關 可是他這是一個過水的性質 那在司法程序上面他立了兩條 一條就是在香港可以直接處理 但是判決這一個案件的必然是指定的法官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指定的法官 而且還沒有陪審判 所以要處理的是什麼剛才所講的 因為這些法官都是外國私底 因為這些法官都是不認同中國 所以就是要把他們全部除掉 讓他們連邊都沾不上這些國安案件 那更勝者就是直接送中的也有直接寫進去 直接從國安公署送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再送中國最高人民法院 上上禮拜黎智英被抓的時候 一直有媒體放風出來說 黎智英這一次可能會直接被送中 就是他也不會在香港的監獄關他 他會直接把他送到中國去 那送到中國去可能就是武器吐血 雖然後來他保釋出來了 所以不太知道後面怎麼發展 那再來我們再來看罪名 分裂國家罪 顛覆國家政權罪 恐怖紅多活動罪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這些就是看來柯道家所指的那些 其實非常清楚 那好 他針對的是什麼 就是外國私利 針對本地的認同 你不准有香港人認同 針對這個英國自民 體下的這些留下來的法官 還有針對本地立法金字 所以跟前面講的這些 外面在喘的這些好像有點像 可是我必須告訴大家 在反受通運動的前面幾個月 我認為北京其實在政策上 還有法律的應對上面 是不斷的浪費 相當保守 甚至不知所措 那中間有出現一個轉折 那個轉折出現在哪裡 有時候我不太知道 但是如果我們重新把這個時間走 北京的動作拿出來 重新梳理過一遍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從中 稍微看到一些短理 在反受通運動第一次百萬人上街 是去年6月9號 7月9號的時候 林鄭月娥就出來說 DOS Day 那他用了中文叫做壽終正起 我自己的解讀 在中國政治的邏輯裡面 他出來說壽終正起 他不會推這個法案 雖然我們在示威者的立場 當然是要他實質撤回 要他撤回這個法案 不是說他這個法案死了 就讓他過了 但是我還是得說 林鄭月娥說的DOS Day 其實就是一個實質撤回 其實也是北京的一種讓步 這個時候北京是讓步的 後來我們看到10月初 用緊急法 立反紅面法 我不知道大家還有印象 就是不准你們在街上戴口罩 但是其實反紅面法出來之後 實際效果沒有什麼效果 警察用這個去抓也沒什麼效果 整個全球媒體的封面報導 整個焦點都還是在街頭抗爭 甚至後面出現中大和米大的 校圍保衛戰 你說中國政府真的 有認真在處理這件事嗎 我覺得不盡難 甚至他們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他們我剛才所講的 那個所謂精準的社會部署 他們沒有做到 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後面還出現這個 最讓北京政府麻絕的麻煩 就是區域會的民主陣營大勝 百分之九成以上的議席 全部被民主派拿走 四年的任期在區域會 結束之後北京當機 一個多月不知道怎麼反應 那個時候其實有很多 國外媒體的消息都指出 我們非常明確 他們說那個像Borium Policy 就直接說 那個北京的官媒 連1124勝選的稿都寫好了 隔天準備就要發了 結果發現大敗 當時的建制派已經喊說 建議延後選舉喊了一個月了 你知道建制派就是那種 平常在地方綁裝買票啊 融落啊 蛇在一頂眾啊 然後發錢去買票這樣子 他們絕對是最知道 民意的走向是長這樣 所以他不斷在報當媒體上面說 建請中央考慮延後選舉 考慮延後選舉 那中央可能收到了 都要什麼錯誤消息 害他們太自以為是 他也沒有講過延後選舉 結果就輸了 好 當機了一個多月 後來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 也是一連串到後面 整個西方世界我認為包括台灣 對於國安法都沒有好好的去思考 該怎麼應對 1月6號今年 駱惠寧接任中聯辦主任 從一些公開資料可以知道 駱惠寧這個人 他其實完全沒有在港澳經營過 就是沒有參與過港澳的經驗這樣子 那他被解釋成 因為他沒有在港澳 就是治理 就是當中國的官過 所以他跟這個李嘉誠啊 田北誠這些本地的資本家 沒有什麼利益掛過 不像是那個林鄭月娥當了20年的那個香港公務員 那個一定都是跟那些 香港的本地資本家有掛過 他們都是被外國勢力影響的 後來呢 2月3號夏寶榮接任港澳辦主任 他夏寶榮就是中國才私家運動那個組織官員 然後這個駱惠寧接任港澳辦的副主任交叉任命 這也是第一次中聯辦和港澳辦這兩個中國主要對港的機構的首長交叉任命 那到了4月8號整個態勢就越來越清楚了 4月18號大家如果還記得 民主派大抓捕 像是李柱銘啊 吳艾儀啊 黎智英啊 這些知名的民主派運動李秀被抓 4月18號被抓完之後 一直到22號那時候 瘋瘋瘋瘋瘋的在吵一件事情 非常 其實看起來有點誇張 剛才那個港澳辦中聯辦 他們瘋狂的在報章上面批鬥一個香港公民黨的議員 這個議員是一個溫和派的議員 他甚至沒有參與什麼本地抗爭 他沒有在現場出現過 他甚至連什麼攬草都不敢喊 他連外國勢力都不敢去勾結 就他不斷被批鬥 然後中間還出現一件看起來很好笑 可是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訊號 港府本來針對這件事情在談為中央辯護 結果他說中央這兩個機構是基本法22條裡面所寫的中央機構 結果被兩辦罵說我們不是中央機構 因為基本法22條說中央機構按照一國兩制原則 他不能干預本地的事物 結果兩辦就要求港府設港 結果港府自己要轉變自己的限制立場 你看原本港府發這個文章並不是要嗆兩辦 他是想要幫港澳辦和中聯辦護航 結果他還沒有認知到自己還講錯話 港澳辦和中聯辦更誇張的要他直接認定 港澳辦和中聯辦根本不受積分法22條的限制 他就是本地機構 他本來就是有權參與改善本地事物 那感覺連那個港府都不知道中央現在想幹什麼 然後他們還自己做出了事情 結果四月底 五月底 兩會就說他要透過人大廠會制定國安法 六月底就過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這一連串 其實有一種不太信任香港本地官員 他根本就不想要讓林鄭月娥處理這件事情的感覺 這個將事公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就是之前那個 大家去查一下 不會一下就知道 他在六月之後就說他提一個概念叫雙軌立法 就是說之前都是一直講國安法應該透過香港的基本法 第23條去立 本地的議會要自己立 但是我跟你講他就說中央可以自己立 但是你們本地還是要自己立 這兩件事情是不衝突的 我中央幫你立是因為我覺得你沒能力 我先幫你做好 那本地要自己立 你就是要自己去處理一些滋為末節的技術問題 反正你最後那個立法就是要表達說 你要向中央效忠說 就是我承認我自己沒有能力去立 所以你先幫我立了 那我再跟你效忠說我自己再立一條 那這都沒有問題 這個時候的中央 那個北京中央那個輿論已經長這個樣子 你大概可以發現好像不太一樣 我這樣會不會佔用太多的時間 那後來我們看完北京的動作 我們再來看美國的反制 美國從去年的11月28號 香港的抗爭者不斷在談一個 香港人權監司法案 終於在11月底通過了 然後到了5月底 國安法一下來之後 其實美國的反制就是 香港人權監司法案裡面有一個 屬於燃草的這個概念的一個措施就是說 如果你中國對於香港越加的進步步進步 那我就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因為如果我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就會去傷害到北京在香港的利益 甚至會去傷害到北京一些習近平身邊的政敵 他如果需要透過香港去維持他的私利的話 那其實也會讓這些人緊張 然後會造成北京內部政局的不穩 那概念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川普在這兩個法案之後 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是在中國釋出的那個國安法的消息之後 後來一連串 因為他那一次宣示之後 那個花園記者會之後 他沒有講他的具體說實是什麼 後來一連串大家比較具體看到的就是 626的那個取消簽證限制 然後629撤銷香港的出口過敏 714又過了一個香港自治法 裡面要取消 他另外取消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和獨立管稅區 昨天的新聞應該是已經取消了引渡條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忘記 還有一個就是讓大家比較爽 開紅酒開香病的那個就是 那個8月7號他制裁了11位 剛剛我們在那個國安法架構裡面的每一串的頭筒 就林正月娥、駱惠寧、夏寶龍那些人 他制裁就是讓那個林正月娥 連信用卡都不能刷這樣子 然後Google沒辦法更新類的是這樣 那這最後問一個問題就是 攔潮是不是加速了? 然後其實帶給香港的抗爭者一個更難解 或者是反過來說可能機會更大的一個局面 這個就要留給大家來判斷 就是北京好像不計代價的想要 從我們剛才看到就是人事人民換了 然後國安法立了 一連串讓香港的局勢急往直下 然後他也不顧西方的反對 在反中農運動的出席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北京好像受到某種力量的牽制 然後香港本地的抗爭也一直 就是高潮跌起 但是從今年看到現在已經8月了 北京的動作非常的囂張 而且他根本就不在意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美國的動作也隨著北京的步伐加快 他也跟著加快 老實說我當時看到這個第一波制裁名單的時候 我是覺得蠻猛的 就是第一波就已經到這個地步 然後第二波會是誰 就是這種感覺 那到底燃炒加速會影響我們現在怎麼去撐香港 或是我們要怎麼去理解香港的局勢呢 我還真的都不知道 但是下一步常常會被問到的就是說 剛剛我說撐港法案出現了 就是這些啊這些啊 然後開始入境的限制 不讓中國官員進入美國 開始限制出口 不讓這些軍事敏感科技進入香港 因為中國常常拿香港這些軍事敏感科技拿去做他的那個國防武器 然後又制裁官員了 那下一步會不會是金融戰 金融戰會不會是香港最後一個籌碼 那金融戰是什麼 我不敢說會不會到金融戰那一步 因為如果打到這一步的話 美國自己可能從華爾街或是其他系統 傷害也會非常大 但是我去年或是說前年在看香港局勢的時候 你從來不會知道 你從來不會想像到今年的白隔旗號 美國會直接把那11個人列上 什麼大毒銷的制裁名單 那下一步會怎麼變化可能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先預理一下 到底金融戰可能會長什麼樣子 中國的資金依賴香港的集資 這個是香港一直以來在反送中運動裡面 對付中國最大的籌碼 因為香港就是從英國的這個自由的環境 還有資本主義全球化所留下來的這個自由的資金 進出的這個環境 而讓中國可以利用香港 讓中資在香港取得美金 讓人民幣在香港可以國際化 那其實非常有趣 如果各位身邊有那一些就是 在香港工作的朋友 尤其是在金融業的 我可以跟你保證你們的朋友們 在反送中運動當中 絕對沒有受到影響 而且聲音還欣欣向耳 然後外資銀行完全沒有想要撤的感覺 雖然那個美國商會最近有做一個報導 說做一個調查說就是有三成五的美國企業 想要撤出香港在國安法之後 但是還沒有具體的動作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家看族群移交1997年到2019年 這是孔高峰教授的一個字圖 紅色的這一段是中國在香港IPO公開發行善事的體力 那這一邊這個顏色是外資 藍色是外資 純外資 然後黃色是港資 你可以看到中國的企業越來越依賴香港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跟美國的關係越來越不好 他們一方面跟美國要開始經濟脫鉤 甚至美國的這些股市一直在放話說 你不讓一些中國企業上市 像是阿里巴巴啊 但後來可能還有更多的中國企業會不會列上名單 所以他們反過來只能依賴香港 但是變成是很掉鬼的情況 中國你要用國安法去弄香港 然後美國一直不斷的想要去再加碼制裁香港 結果中國你自己的資金還越來越依賴香港 那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是其實一直以來會發生 這幾個月或這一年以來一直發生的事情 就是現在的那一個批准公開上市的那一個機構 叫做港交所 港交所的行政總裁叫做李小嘉 李小嘉是一個相對在意識形態上面公開發言常常親中的一個中國人 那香港有另外一個機構叫做證監會 證監會就是會去審查這個港交所 是不是有合理的在辦理這些公開發行業務上市 因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你一定要足夠專業 你一定內部的監理物美要足夠審慎 你才可以讓向全世界的商人保證說你來這裡做生意 你不會隨隨便便被政府干預 你來這裡做生意 我們這邊的行政機關行政政序都是完全透明公開公平公正的 那一直以來香港都有這個資本的機制 但是你看這個今年7月的證監會的那個報告 就是說他這裡沒有講太多政治因素 大家如果仔細讀那個文字大概也可以感受到 就是中國的企業一直去爐說 我要來這裡上市我要來這裡上市 但是上市需要程序需要時間 有時候很慢 所以那個港交所業務就會直接去跟他們找台說 你跟我們裡面的那個上市部 就是我們的監理部門講說 我要讓這個公司趕快上市 我要讓這個中國企業趕快在香港開始收購幾美金 就是內部這樣的辦法 然後就被鄧監會講說 你這個就是未審慎法官IPO審批 那我們再來看人民幣為什麼會說它依賴香港的地位 這個圖表這個字有點小 我簡單來說 其實在國際上面人民幣做回國際貿易的交易的比例 還是很低 1.1% 然後最多還是美元 42.39% 還有歐元是36.18% 主要就是這些 那不管是18年還是20年都是一樣的 人民幣就是1% 但是人民幣你沒辦法做為國際支付的貨幣 你一定要用美元去支付 所以人民幣一定要跟美金之間有一個結算的系統 你才有辦法做國際貿易 那那個結算大部分發生在哪裡? 75.7%在香港 6.59%在英國 然後在新加坡、美國 所以香港重不重要? 對人民幣的國際結算重不重要? 相當重要 7.5%的結算是在香港 那你香港如果毀了 人民幣是不是就沒有國際化的前景? 那我們再來看整個從2017年的趨勢 一樣就是香港的比例都是7.5、7.6、7.5、7.6 到現在7.5 一樣重要 也沒有因為反共運動有什麼改變 中國政府口口聲聲的說 他們要創造一個新上海、新深圳、甚至是澳門 來取代香港 可是我必須告訴大家 沒有香港這種特定的歷史時空條件 沒有香港剛好處在英國殖民的體制底下 而剛好經歷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這30年的變化 而創造出來的這個金融環境 還有以前他們把以為生的仿製 中國其實不可能 幾乎不可能在所謂上海、深圳、澳門 建立一個新香港來取代香港 中國要的香港是 你繼續給我扮演好你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但是你不要給我任何政治的訴求出現 香港抗爭者要做就是 我就是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就是知道你依賴我依賴這麼久 雖然你一直不斷的在大外宣一直放話說什麼 中國都是給香港好啊 就像是他一直講說中國都給台灣好啊 欸可把讓利啊 幫你們買水果啊 幫你們買肉啊 什麼之類的 他們不斷的在那個大外宣 包括紐約時報的大外宣 那個他們的故事 Chinese story 都是這樣講的 Chinese story 然後香港都是說 香港的水啊、肉啊、菜啊、人力啊、房地產的錢啊 都是靠我們祖國、祖國、中國的 就是香港一無是處 可是其實不見得是這樣 我也不敢說 我也不會真正會說 香港的籌碼就是能大到可以大到中國 這也不是事實 我只能說中國和香港 只有在金融關係上面是密不可分的 請你把洞全身 你要死哪一個 另外一個都不會好到哪裡去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會不會打 我不知道 金融在作為美國 對於香港對中戰略支點的核彈集權項 核彈集權項 Nuclear option 我要把兩個意義講清楚 一個意義就是 所謂叫做核彈 它就是大規模毀滅 一弄下去香港就不再是香港 舊香港就完全消失了 不會這叫做國際信用中心 第二件事情就是一弄下去 你是沒辦法復原的 假如說我今天這個制裁名單 我放了十一個人上去 哪一天中美關係好了 還是說拜登選上了 他要跟中國重新engagement 他可能就比如說把他拿下來 然後就把他的關係 再往好的地方修復一點點 但是金融站作為核彈集選項 可能是沒辦法修復的 一決定按下去了 那就是可能幾十年幾百年 兩國的關係就是沒辦法再重新簽起來的 那會不會用 不知道 對於美國來說 大家一直在討論 到底在11月大選之前 對於川普政府來說 你是不敢透過這種大規模的金融制裁 來因為會讓美國的金融業受損 所以你選票也會不好 還是說你會很大的社會壓力 另外一方面的看法是說 你就是要在11月大選之前 對中強硬下去 打金融制裁也要還是真正打台海戰爭 因為要救你的選舉 你就跟拜登只差一點點 你一打下去 中國一送你挑釁 中國一打你 一打回去 那你就選舉就贏了 這兩種方法都有 那有人會問說你真的要打制裁的話 你的潛在路徑 你實際的選項是什麼 可能有很多種 我也不是完全金融專業的 但是我可以大概跟大家講那個中國銀行香港 不是香港銀行 中國銀行在香港的那個香港中國銀行 是在香港唯一經營人民幣結算的業務銀行 這個打錯 人民幣結算的業務銀行 而且它發行港幣 它就是負責人民幣美元和港幣的三方對換的這個業務這樣子 那它如果讓這個銀行沒辦法對換美金 你就會讓這個銀行發港幣的業務出現問題 那就會出現一個效應 那就是所謂的金融制裁的起變 那大家也不知道 到底我們在講這個攔潮 就是兩邊一起死 我們也要期待那個end game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期待那個攔潮的終局到底是什麼 這其實也很難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我們要期待的是美中徹底經濟脫鉤 然後美國死得很慘 然後香港的金融地位不再存在 但是中國死得更慘 還是我們期待的是中國死得更慘 然後中國政權會出現一點空隙 會出現變化 那如果是這種期待的話 香港牌可以打多久 那除了金融制裁之外 還有多少牌沒有出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但這個是我們目前解讀香港 比較可能有稍微有系統的一點方法 我們看下一步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香港人是否還願意當作籌碼 這個攔潮其實在香港 還一直都是一個蠻高比例的民意 認同的一個手段 那接下來如果你要整個商 到香港的金融制度的時候 香港人會怎麼想 我不知道 那美國人會不會考慮香港人的表態 我要問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看大家回去看前面那個 美國反制的那個避程 像那個11月底簽那個仁恆結民主法案 我們常常看到香港人黃之鋒啊 張奎陽啊 何韻思啊 羅冠聰啊 奧卓宣啊 這些人 他們因為可以透過立法機關的遊說 所以比如說他們可以參與聽證會啊 在聽證會上面有露出 就會有媒體報導 就是立法機關它畢竟還是一個 吸收民意的一個機關 那它可以跟香港本地的抗爭者有所互動 但是我們後面看這一段 打得這麼兇 美國人反制一拳接一拳 這也都是其實是行政裁量權的一部分 其實我自己有點不太確定 如果我是香港人的話 我要繼續做國際遊說 我是要去遊說行政部門裡面的哪一個部門 哪一個官員 我遊說效果有這麼大嗎 因為它畢竟是更封閉的一個角色系統 比起前面立法機關這一邊 所以這可能也是香港接下來要去去 香港人必須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那像是那個盧冠聰現在在英國啊 或者是美國其實有好幾位抗爭者 我相信他們接下來應該都會有 再有進一步的表現 所以我一直在說 攔草加速 美中脫鉤加速 以我們意想不到的速度 我們回來看那個4月418大抓捕之後 我們戴耀廷敬重 真的是敬重的戴耀廷教授 雖然年輕人在以前 我包括五分還有很多意見 可是他現在其實他是真的很認真 因為他教習被中國政府拿走了 他還是很認真 所以真的是一個盡重的教授 他在4月28號的時候畫出的攔草十步 是從規劃原本有選舉 我們現在知道立法會選舉沒有要選的嘛 一直到2022年的1月西方制裁 然後2021年的12月才會有國安法 我們現在是幾月? 2020年的8月 我們如果把他的攔草十步拿出來看的話 我們現在已經到第八步了 第八步本來是講說是後年的年底 後年年底才會有國安法本來預期 現在是今年國安法已經實施了快兩個月了 那這個就是攔草加速 這個就是我們面對香港局勢 我們永遠會沒辦法給出一個清楚判準的一個根本原因 就是我們不管怎麼判斷都超過我們的預料 接下來其實可能有一個隱憂 就是我們都知道那個人大常委會給了一個決定 他們常常給決定 香港常委事情他們就要給一個決定 然後就會說這個是香港憲法的一部分 他們就說香港選舉不要選了 然後至少延後一年 他用的詞那個窩頂是至少延後一年 我覺得以中國政權的邏輯就是無限延期的意思 所以大家也不要多期待 那現在可以確定的是功能組別 民主派的功能組別議員應該必然會加入 中國政府所設的這個臨時立法會 民主黨的議員應該也都會加入臨時議會 公民黨的議員雖然在秦英波的大BQ裡面 他們被DQ掉了 他們可能覺得自己有點無辜 但是他們現在考慮要加入 整個目前的立法會裡面的議員 民主派議員委員裡面只有兩個人表態要背格 一個就是朱凱迪 一個就是陳志全 曼迪 這其實是一個極大全數的比例 老實說我沒辦法非常肯定地告訴大家說 我面對一個極權政府的抗爭 如果是一個長期的思考的話 你到底是要加入還是不加入比較好? 我沒辦法跟大家講 加入你有錢可以拿 你可以養你的助理 那些助理其實可以做很多地區工作 不加入可以給予國際社會一個非常清楚的表態說 現在這個立法會就是沒有任何民意授權的立法會 那你還可以有一個新一輪的抗爭的開始 不知道 然後那些在民間初選 就是在7月的時候香港舉辦的一個民間初選 本來為了9月6號的立法會選舉做了一個準備 原本只預期的是7萬人要出來投票的 就已經有效果了 結果出來61萬人出來投票了 所以香港人還是非常在意這件事情 他還是很趕出來投票的 投票出來前幾名的這些人 這些人 雖然被扭有點暗 就是年輕人做盃都做得比較時尚一點 這些人都全部被DQ掉幾乎啦 這兩個人沒有被DQ 但是基本上也是DQ的意思 那這些民意授權很高的人被DQ掉 然後可能已經沒有民意授權的人打算要加入臨時立法院會 那會不會是民主派下一步的分裂開始 不知道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國安法逮捕的現狀 第一天就被街頭上面抓了好多人 抓了10個人 然後721的時候抓了一位騎車 然後掛那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那個棋子的人 他是一個區域員 然後後來抓了那個學生鳳猿 抓了6個在海外的人 通勤 然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林志穎跟他的孩子 然後還有香港故事的成員還有周庭 然後後來還有這兩位朱木敏和六祖敏 國安法目前抓人的方式很明顯就是 針對港獨 針對國際的遊說戰線 國際南朝戰線 針對任何有國外演戲的人 就像是林志穎這樣子 那我不太確定民主派如果介入分裂的話 是不是本地抗爭的強度會減少 然後緊張也會減少 衝突減少之後 國際介入的理由就也相對的變少 那一直有人會問我說 會不會覺得香港現在應該不會再出現大型抗爭 街頭抗爭的可能性 我覺得可能性確實非常低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前面這個北京的變化 其中有一項我剛才沒有特別講 就是在去年的11月19日 香港的警務處處長改了一個人 但是這應該不是政治因素 就是前面那個盧偉聰就退休了 任期到了 然後下一個鄧炳強就接任了 這兩個人的變化其實在街頭抗爭的鎮壓 然後產生一個相當大的改變 一種模式 前一種模式是警方會先部署帶密 然後抗爭者會集結 然後會執行鎮壓 但是後來鄧炳強採用的做法通常都是 可能是情報蒐集的比較利落 還是說比較完整 所以通常在抗爭者集結之前 警察就已經到了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狀況 那我不會說完全不會有用的可能性 但我覺得可以從反送中運動的初期來做一個想像 反送中運動的初期在2019年的6月的時候 老實說2018年的我 我也覺得香港完蛋了 香港人不再想要抗爭 香港很悶 該抓都被抓了 該被判刑了 什麼事情大家都不想做了 但是從2019年的4月開始之後 民主派在議會裡面開始在背一個送中條例 甚至還敢鬧雙胞 說這才是我們民主派的議會 才是真議會 你們建制派的那個另一個議會不是真議會 這都觸怒北京 觸怒盛言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議會內的抗爭 然後外面的遊行 裡應外合 慢慢的把這個民間抗爭能量炒起來之後 才出現了6月9號的第一次百萬人大遊行 現在其實運動在街頭 在香港又陷入了一個低潮 必須這樣說 但是未來有沒有可能又有機會 因為一個新的政治機會出現 而掌握 稍微有掌握權力的一群人 他願意開始抗爭 然後其他人才可以陸續去加入 這也可能會是一個需要一個新的循環 需要一個時間 需要一些營養的過程 但是可能我們目前面對到在香港比較麻煩的就是 民主派接下來可能會有分裂的狀況 那反過頭來說 當然大家可能會最想問的是 台灣能夠做些什麼 那一直我們可能都會想說 香港現在就是面對白色恐怖 李自一被抓了那一天隔天 《美國日報》的頭條就是寫香港白色恐怖 那我們就回座頭來想想 我們台灣在白色恐怖的時候經濟過了些什麼 現場可能有更多前輩比我更有經驗 那我們當時或是其他世界的國家 包括台灣 東歐歐的這些國家 在面對當時的這些共產政權的時候 經濟這些白色恐怖的時候 那些組織 那些日常的地下化的抗爭 這些相對低度政治化的組織 但是可以把人聚集起來 可以把人的意志集中起來 可以把這些力量撐得更久的那個方法是什麼 而現在的香港是不是需要這些 那我所謂的那個 重新再運量一次大型抗爭的那個時機點 什麼時候會到來 雖然我不知道 而且我們可能會期待 那個衝突發生的時候 可能也會是香港 美國和中國下一輪大PK的可能一個時機 但是這些變數都在 我們也沒辦法判斷 但面對國安法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能要想的更根本一點 就是從到底在香港的日常組織怎麼做起 那台灣人在這邊能夠提供些什麼 其實很多很具體 簡單來說一個香港人問你 我現在該讀什麼書 那我們台灣人會給他什麼書 我們會不會試著想一下這些問題 給一個具體答案出來的話 你會給些什麼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先講到這裡 謝謝 好 這個聽完頑固分裂分子的片面之詞 無稽之談了以後 更爽心上身了 接下來我們要請更頑固的感度問子 看了一下 現行辦 大概在中間問你們應該都是 要嘛不是現行辦就是現役辦 就是違反香港國安法 那我三個就是現行辦 那我就先進來就請 Justin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香港人的角度 不過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有些人導演他有事趕不過來 所以我們就今天我們 待會兒我們有更多的時間 來跟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怎麼樣來 接下來再持續的讓香港這個議題 讓更多人知道 我就請 Justin 大家好 今天你有香港人在嗎 還蠻不錯的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在牧者這一邊辦的時候 都有香港人 我要現在跟大家說個抱歉 因為我今天狀態不太好 我有點不舒服 所以現在還要暈了 所以就我一定可以把口罩打折 我會演到大家 然後剛剛裡面也是把整個 事情也講得非常清楚 然後基本上我絕對不會去 有時沒事去翻那種人民日報啊 或者什麼劉兆傑啊 劉兆傑那種 對 我記得他的名字記得很清楚 因為說國小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很喜歡他寫的文字 所以國小的時候我們就是讀那個劉兆傑 所以對啊 然後那個我還記得那個老師 最後跟我們說 但是這個你現在變壞了 那個不要不要看他了 那時候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對 所以剛剛明燕其實講得很清楚 香港到底這一年面對了什麼樣 然後欄潮到底如何加速 今天欄潮這個概念一開始真的是 從經濟去出發的 他就是要 他就是針對那個1992年的那一個 United State and Hong Kong Policy Act去做 然後就是要想要取消香港的那個 特殊經濟地位嘛 那現在整體來說 香港來說攬炒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變調 就是要大家一起去死的感覺 就是你要搞我了 那香港的地位美了 中國也不會好過的一時 要是那一個現在這樣看來 也不一定只是經濟 因為現在在街頭上可能有一些小孩子 他們覺得就是要對抗中共 他們不一定只是從經濟裡面去處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 現在點檔 然後現在大家在想板場的時候 然後還有一個想板一將進去就是自裁 然後就好像剛剛說的那11個官員啊 其實還有那個什麼 李卡祥娃那一些 就是他們也沒被制裁進去 然後魯偉聰 我們在看到魯偉聰被制裁的時候 覺得說其實他就是退休的最後一年 然後鬧個反送中 怎樣香港 然後他就被制裁了 然後其實老實說 他那個市場也有做得很好 然後讓國際媒體有很多版面 都是拿到那一種即時的學新的 Facial Event在國際媒體上面 對他非常減分 所以其實如果從中共的角度來說 其實他也做得不要怎麼樣 現在的PK餐真的是比較厲害 所以他也很 我不會說無辜啦 他也很為希望的被拿入進去制裁一面 所以我們現在講南朝的時候 制裁有講進去了 然後加上其實南朝那時候 是對美國的一種想法 但是現在我們講制裁啊 我們也希望 比如說美國制裁這些一個官員 我們也希望英國會不會也是制裁 對這一些比較就是打壓香港的那一些高官 你知道林登月娥的老公 還有兩個兒子 他們都是英國公園嗎 對 所以在英國講 就是可能英國也想要有一種制裁的 拿德國可不可以有 或者是拿澳洲可不可以有 其實澳洲很多華人的學生喔 很多政治的中共高官的兒子那種二代 都是去澳洲讀書的喔 那紐西蘭也可不可以 給了很多那一些二代的 在關二代去念書啊 可不可以 這些國家也可不可以制裁 壓迫香港的那一些人 或者是如果你想台灣啊 台灣現在對香港來說是境外勢力嘛 然後我們還沒經濟到那個外國勢力嘛 但是其實台灣這一邊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也有一些制裁的行動屬性 其實那可能今明年嘛 你今天是今明年的時候嘛 對… 對… 他們也有一些想像啊 在這一個方面 就是可能擋一些港資 但是其實他們裡面是中資 或者是擋一些那一些黑警 那時候是講黑警嘛 但是其實可不可以之後有機會進化什麼 就是擋一些可能包關的 或賣港的那一些的二代 他們也有機會在這個境外的地方被制裁 我覺得這一些也是可以想一下的 不好意思 好啦 其實我是第一次來哲學星期五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那我要什麼很哲學的東西要講得出來 那我可以先問問大家 大家來哲學星期五 是不是想要帶走什麼哲學的想法的 你剛剛笑了 你不是哲學系嗎 是不是 那你有什麼哲學的想法想要帶走 其實今天不是因為是哲學星期五 不過如果真的要回答就是看有什麼 就是之前哲學的角度來看 現在這一個就是國安法 就是有沒有什麼哲學的先例 或是哲學的脈 可以把這個國安法放進去 這樣 好 用哲學的角度把國安法放進去 好 那還有沒有有別人用哲學 今天想要帶走什麼哲學的東西嗎 什麼馬來西亞 你們還要香港人 都在一起的 也不知道有別的國家 還有什麼建國中學的 這就是外國勢力 那就是外國勢力 你們對今天的 其實你們來到這一邊 有什麼期待想要帶走 其實我有滿喜歡一個 這個香港節目叫 《金投票改天》 他在那裡很多時候 他會去所謂香港人 在面對這個主公勢力的時候 自己的暴力啊 不一定的暴力 那就是示威行動 為什麼是合理的啊 特別是在對極權這種 就是他們的雅致下 讓香港人做出這些 反抗的時候 為什麼還滿地反正合理的 這些都還滿值得思考的 因為在我自己的國家 我看到的時候 很多人一定覺得 欸像剛才年輕人 會不會破壞掉自己國家的 一直以來建立的殘忍啊 這樣 這種資訊 就很穩扎的 所以在這個寡物時代 就滿讓人聽話來不斷 好 我懂我懂 還有其他人 有其他什麼哲學的想法 是今天想要帶走的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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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聽到哲學這兩個字 我是還滿害怕的 我 因為 我聽到哲學兩個字 都覺得說 好我要思考我自我的存在 跟 當然 的那一種 因為我是念文學的 本來我是念文學的 所以我聽到哲學兩個字 不是覺得有認同感 我是想要趕快逃掉 所以 好 其實我今天有 我覺得比較臨時的想的 就是有一個想法 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明知這一條路寫不通 或是明知不會死的 為什麼要繼續做 我剛剛聽同學說的 那一個 為什麼我們會用 會把我們的可能暴力合法 合理化 我覺得也是扣得上的 為什麼有一些東西我們覺得行不通 但是一定要去走 一定要去做 其實都是一個心念 這個心念是來自於 我們相信人是自由的 我們相信我們的言論自由 我們相信我們可能有心文自由 有機會自由 我們有宗教自由 其實這個心念是非常簡單的 你去找任何一個人 你都可以講得出來 但是你在做的時候 to what extent 你要繼續做下去 今天我跟我爸爸媽媽說 我要自由 我要出去玩 我不要10點鐘回家 爸爸媽媽跟我說 好啊 你不要時間回家 那我這禮拜 這不給你目前給你的 我這不給錢給你的 那你今天都乖乖 那個10點鐘去回家 但是 如果你今天確實的相信 我今天沒辦法10點鐘回家 因為我要在這個 哲學星期五 帶走一些什麼 然後這個什麼 對我的未來 20年都非常有用 所以你這個月的 你用錢都不用給我了 我今天就是不會回家 所以這個我就會覺得說 它就是一個信念 你自己在你心中 有一個不可抗拒的理由 給你自己 然後你覺得 今天你非得不易要去做 哪 哪就會讓人突破了很多東西 突破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可能 好像同學剛剛所說的 為什麼我們要把暴力合理化 也是其中一種 或者是為什麼現在 在香港的年輕人 要把他們的人生暫停 然後去處理香港的事情 好像台灣之前 周庭被抓的時候 有一些報章 或是有一些網路上的言論 他都會說 其實大家以前那個時候 是在唱KTV 那個時候他們 為什麼不在談戀愛 去交男朋友 或是去看漫畫 然後他現在要做這種東西 然後現在因為外國事宜 而被抓 跟那個的加法斯一樣的 因為大家心中都有一個 非常強大的信念 去做這個事情 那你做的事情 也不一定跟你的專業有關 那這種事情 也不一定跟你的過去有關 或者是 因為到了19年的事件 有很多 從來沒有參與過政治 或者是之前 都根本沒有關心 很多香港事情的人 都站出來了 那一些年輕人 可能比一般的 可能以前的組織者 他還可能做的更多 我認識一些同學是 他以前是可能交中國女朋友的啊 然後以前就是對中國 還有一些想像 然後很想去中國開公司 然後2019年的事情發生之後 他是用他的生命在街頭抗爭 然後他也沒有說 他以前也沒有很關心香港的社會 但是他心中就是有一個信念 我們現在被打壓 我們要自由 因為香港如果沒有自由文正 如果沒有自由這個東西的話 香港就不會是再 不再會是我們家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信念是很重要的 然後也扣回去 剛剛同學所說的 為什麼我們要暴力合法 合理化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思考說 就是什麼是暴力 那今天我們在集會 坐下來 我們賴皮膚要走 我們藏贏那一邊 那都是非暴力抗爭的嗎 那我們如果丟一個東西 沒有丟到人 那這個算暴力嗎 那如果我們丟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會起火的 那個算暴力嗎 我不是 我家裡的小孩 希望不要示範 但是我想要想一下就是 暴力是絕對的嗎 還是相對的 暴力是有很明顯的界線的嗎 你今天縱火 你一定都是暴力的嗎 其實如果念法律的人的話 他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想法 對一些法律 因為有一些法律就是規範 你可能正常的那個網路上 什麼個資法啊 什麼另一法啊那一種 但是有一些他們會覺得是 就是你對人類是邪惡的一些罪 所以比方說強奸殺人 縱火其實也在裡面 所以 好好好 這個拉得遠了一點 不好意思 總之就是 其實暴力這個東西 我們要想一下到底他是 絕對的還是相對的 那今天如果他要拿刀來砍我了 那我咬他一口 我是暴力嗎 嗯 我不知道 那如果今天他跟我講道理 他跟我說我要時間回家 然後我咬他一口 咬到他流血 那我是暴力嗎 如果你仔細想一下的話 其實他兩個行為是一樣的 你都咬到他一口 但是在你心中我不知道 好不好 我問一下大家好了 好不好 大家可以請過來 要不要就是好像我一樣暈 現在 如果有一個人 他要拿到砍你 他一定砍得中 你剛好又抓到他的手 你咬了他一口 希望他可以把他的刀方向 那你覺得咬的這一口 你覺得是暴力的 舉手 好 沒有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人跟你講道理 然後他沒有碰你 然後你上前咬了他一口 那你覺得是暴力的 舉手 好 謝謝大家沒有在聽 對 所以我覺得是這個 我沒有說 我也不是哲學專家 我覺得要怎麼對哲學家 覺得是一個太困難的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本來是很虛無飄渺 那我想要 大家就是可以想一下 暴力到底是相對的 還是絕對的 然後 如果配到香港現在的這一個設定 很多人會看到影片說 是為整個暴力 或是怎麼樣 那整個中中的銀行 那個什麼 唯一則卷的 則 則 則 結算 結算 對不對 他就掃一掃 那那個 那個 看到那些影片 就會覺得那些示威者很暴力 那 如何把這個東西合理化 其實也沒有完全合理化 我有時候看到 可能看到一些很極端的行為 我自己心中也會覺得說 啊 這樣 對國際的工作其實是不好的 但是我會去理解它 我會去嘗試看不同的面向 然後去理解那個行為 因為畢竟警察是在哪增強對著我們的香港年輕人 跟出來香港抗爭的人 然後在香港的這個氛圍裡面 你是沒有辦法為當地的人判斷 到底他剛剛燒中國銀行的那一個行為 到底他是真的暴力 他是其實沒有覺得很暴力 對 講到暴力了 然後我就講一下 未來還有要扣到信念 未來到底我們要怎麼走 因為剛剛裡面就是把所有脈絡都已經 都已經講出來了嘛 然後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出來就是要講 我就要回答那一些 欸那香港之後要怎麼走啊 我知道要怎麼支持香港嗎 的這一種問題嘛 然後我可以跟你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跟你說 香港未來會變成怎麼樣 就算好像剛剛大耀廷的那一個 他夠厲害了嘛 是不是 港大的副教授嘛 他寫出來的實務 他也沒有很精準的 可以predict到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只可以跟你說 有一個大方向 你現在是可以相信的 說是香港人是不會放棄 就算你看到香港人 都沒有什麼出街頭了 香港人現在 可能都沒有什麼大型集會了 但是我每一次可能有時候 我做就是跟媒體搞一天的時候 我都會給補一句 我都會補一句說 Hong Kong people are still angry 我們在裡面真的 我們的火真的是還在燒 那個火不一定是我們一定要出來 街頭打成什麼目標的火 是那一種我們非常相信我們的理念 我們覺得我們是對的 我們覺得自由、民主、法治是對的 人權是對的 但是現在這個政權沒有給到我們 所以重視現在可能表面上沒有東西發生 大家都是準時每天九年都去上班 但是我可以保證 未來什麼東西發生的時候 還是有這個力量一定會出現 或是其實這個力量現在省上來 不代表說它沒有 它已經沒了 所以我對香港未來的預計就是說 目前是安靜下來的 因為國安法大家要變聰明 那那個政權就跟你說 不可以講公布香港時代革命嘛 那如果你穿著公布石來香港公布的 你就穿著公石這樣出去 那不就是送頭嗎 那大家其實變聰明一點 可能就拿白子 但是其實這一種任務 是讓香港人更加的神奇 未來一有機會 一有機會的時候 香港一定會崩下去 所以香港的未來喔 我還是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香港人不會放棄 那至於你會覺得說 欸香港現在聲量比較少了 那台灣這一邊我們還是很支持啊 但是你們香港人都不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支持 其實也很簡單 香港人會轉下去 然後剛剛講到的那個蘋果日報 在黎智英被抓的第二天 他的頭版是香港白色控布嘛 這個是在台灣的頭條 在香港的頭條 那個名字叫經過一定會蹭下去 所以其實跟香港的路線是一樣的 香港一定會蹭下去 香港人一定會蹭下去 所以我覺得在為 作為如果是在台的港人 我也沒辦法 我一定只可以繼續的在台灣 講香港的故事 就算你說下一年 不會是要非常學新的畫面出現啊 或是也可能不會有什麼 帶你大型的機會 但是有一種東西 在你心中的信念 是存在的 那你做下去 那在台的台灣人 要怎麼辦 完了香港這個議題 好像2019年很夯 2020年國安法的時候 還燒起來一點點 那21年22年23年 我還關注香港嗎 可能我身邊的香港人 都已經不會在很熱烈的 在討論香港 那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其實在國際線 每一個國家現在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就是當地的人 不知道自己如何去撐別的國家的活動 我覺得台灣這一邊還比較容易解決啦 英國我覺得還蠻容易解決的 但如果有時候跟那些在德國國的香港人聊天的話 那那個問題就非常難解決 或者甚至是法國的那些香港人也很難解決 因為基本上你有距離 那個知識本來就要delay 我覺得在台灣的解決辦法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我們在面對同一個敵人 因為一國兩制本來就是寫給台灣的 然後現在香港就面臨這些 就是因為相信了一國兩制 所以我們現在走到這個地步 有時候如果你覺得 如果我一國兩制這個東西講久了 那你也可以想其實 香港跟台灣其實是有一個 互相的愛慕 就是mutual admiration 這時候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香港人很喜歡台灣文化 然後台灣人有喜歡香港文化嗎 應該也是喜歡才會是支持啊 也不會有一個很特別的位階高低 所以我覺得其實香港跟台灣 是一個兄弟的關係 我們那個我們兩個地區也不需要 好像有一些人會說 美國如果用完香港的話就會怎麼辦 香港議題要繼續被利用嗎 那香港要當condom了嗎 那我覺得在台灣 那如果你身邊的朋友是 還沒知道香港的事情 或是是還不很了解香港的事情 那你就有點耐心想給他聽 你去了解香港人的信念跟理念 為什麼會這麼堅強 面對著中共這個全世界極惡的政權 其實香港議題會跑很久很久 你一天講給一個人聽 或是也不用多你一個禮拜講給一個人聽 其實你已經在幫助一點 已經在helping the brother out 所以好喔 後來哲學喔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哲學 我今天可以分享到的哲學 就是我們的理念 還有有時候事情就一定 一滴一點一滴的慢慢去做 因為終有一天一定會成功的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非常謝謝Dustin 其實卻沒有人的傷病 一個感冒了 一個落枕 所以我現在會很痛 不過我覺得剛剛Dustin講的一個很重要 我想說香港人會撐下去的 香港人會堅持下去的 這就是一種哲學 這就是反抗的哲學 怎麼講呢 比如說 你們知道Hotman嗎 赫旭曼 你們聽到這個人名 你們會聽到兩本書 對不對 一本叫做反抗的羞恥 通常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有一些人出來美化獨裁者的行為 黎智英被抓的那天 我剛好在火車上面 讀吳乃登老師那本 《台灣就美好的時刻》 那我就把包的新的 PO在書上面 結果蘋果就這樣做著新聞說 我這個感嘆 感嘆說 這個那本書在描述的 不出事情 只要敢在發生的事情了嗎 你看那個時候 一堆人被抓 在面牆上面的就是政治犯 所以其實真的 當時他們所屬的年代 他們也沒有想到台灣會有一天 是這樣的民主的國家 是這樣的一個有力量的國家 所以當然香港人就是 非常勇敢的打了這場戰 也許可以了解一下這群政治犯 其中有一個高醫生就是從這裡帶走 然後就被牆壁了 那這裡這個地方叫做新島樓路三號 是寫的最多遺書的地方 出了最多遺書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了解 我們這個咖啡廳的這個所在 那哲學星期五跟 在那個 著短有書 成為著咖啡所發的事情 就是要反抗的哲學 反抗就是 比如說剛才講 Postman的那本 反動的修辭 像那個以前獨裁者 強弩之末的獨裁者 蔣經國 是動用了多少的資源 中國時報聯合報 當時有多少人在上面寫的 哇 你的不能夠這樣子胡搞啊 對不對 那個我們叫國家會亂 現在現階段追蹤了 是經濟 不是民主 不是人權 Postman有一本書 判離反抗還是怎麼樣 還是順從 對不對 那本書也很經典 那本書是我在搞勞工運動的時候 時常用那本書來分享 跟勞工分享 當你面對老闆的打壓的時候 當你面對資格的打壓的時候 你是判離就離職了 還是反抗主公會 還是什麼 還是你就乖乖的順從 這都是選擇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香港人選擇不欺負的時候 我們要脈絡化的是了解 這個過程 就剛剛Yastin提醒大家 重使是你一天或一個禮拜 或者一個月 找一個朋友 好好的告訴他香港的事情 他從來沒有見識過香港的反抗的故事 那我們告訴他就是在幫香港 就是一起在做這個事情 但是強烏 從我的角度去解讀的話 那真的就是一個強烏之末 中國也沒有勞 一直沒有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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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沒有任何的 他只有用國安法這種 最後的手段來做為 看有沒有可能把香港壓下去 我覺得剛剛Yastin說的一些好像我想到 就是我在臉書上面分享的那一句話 林詠基先生他在負責做導遊書這邊分享 他講說香港曾經是中國、香港、台灣這三個國家 香港是一個國家 這三個國家最自由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從台灣國民黨禁的書 因為台灣國民黨禁的書很奇怪 譬如魯迅的書也會被禁 八經的書也會被禁 然後當然左派的馬克圖 不是馬克圖 或是馬克斯的書也會被禁 跟中國共產黨禁的書在香港都買得到 他有一種非常重來的感覺 香港曾經有的自由 已經淡然無存 還不反抗嗎 所以今天其實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要找到就是如何持續的反抗 不斷的反抗 反抗到他求饒為止 反抗到他威權的體制倒台為止 當然剛剛兩位說的部分 不管叫南朝 我叫Sanction 對不對 這都是我們這些在中國國際 救援的工作的一些難處 比如說我自己在做免電的 當時十幾年在做免電政治上救援的時候 我們是要在國際會議上討論一個 讓我們很難做決定的命題 Who are the victim of the sanction 誰是制裁下面的所謂的受害者 尤其是經濟的制裁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我們每一個階段跟每一個步伐 我相信都是重要的 我覺得今天應該就是要好好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樣在台灣 你們一走進外面寫著撐香港的地方 你們就是嫌疑犯了 你們就不用再擔心自己的身份了 就是嫌疑犯 就是港版國安法的嫌疑犯 因為你們已經參與了境外勢力 或者是國安勢力的種種的行動 那這種就不用說了 但是重點在說 我們接下來面對強奴之魔 是有機會的 是有機會的 他絕對只是虛張聲勢 他絕對只是因為他已經不知道怎麼辦了 所以才會用這一招 希望能夠得到效果 但是就會讓香港的人跟人家有憤怒 讓我們跟人家有憤怒 所以我們就持續的來關心香港的這些議題 好 這個不好意思 祖師鄉鄉立起來 鄉鄉啼掉 鄉鄉啼這樣子 所以就 接下來的時間就開放給大家 好 我就一起來討論 來 有沒有 來 來 這件事讓我分享 剛才那江先生講到那個 民主派會訓練的事情 我這一天好像看那個禮儀 禮儀在世道人生裡面 那種報告有好挑戰 是透過香港人整個比例的表達 那民主派已經慢慢接受 他們要離開 留下四個被基因的那四個 那四個要諷刺中共政經 那香港的連政業那其他退出 那剛才那個香港的什麼朋友 其實和我們台灣的一樣 我今天來為什麼香港每次座談 我幾乎只要在台北一定參加 因為這等於是在佐渡我的歷史 佐渡我們台灣人的歷史 當年也是中國人 中國的政權 你們是噴到中國共產黨 我們是噴到中國火源黨 他夾著南京的憲法 然後沒有經過我們台灣人民同意 就前面的來統治台灣 我們要獨辣惡毒 整個洗腦 整個追殺 那麼香港的同胞 你可以到我們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我們的那個人情館 那麼整個二二八歷史 一看一看 你就會找到有錢 台灣人沒有放棄 就像剛才這位香港人江澤說 香港人不會放棄 因為人類永遠不變要追求正當性 就幹嘛 那個不是暴力 我們追求正當性 對方是不是正當性的時候 我們正當性的法律 那個不是暴力 暴力是文字的謀詐 那是屬於我們來追求做人 基本尊嚴的一個本人來看 那是浩然之氣 那是暴力 所以這兩年來 我也深深受到香港人的感動 同時我也增加我身為台灣人的自尊和驕傲 那麼香港人要能夠解放 有時候我們台灣人的對抗國民黨 追求台灣的主體性 尋求台灣要在世界上立足走向獨立的一個心情 也許香港同胞可以歇息 因為我們同路兩面對子 那李龍 李龍基教授 李龍基那個 李龍基那個 通俄灣書店講的 中國辱家思想的影響 太嚴造了 所以這個牧者的重要性 是研系著台灣人 要走向做人的一個追求的三步期 今天這一步期我們已經做到怎麼樣 我們台灣人要鼓勵公克 你一定要上自由民主 我這麼老了 我為什麼要上課 我要上台灣人應該上的課 這是終身的 是台灣的民主大業 因為我們已經摧毀了 我們已經突破了戒嚴統治 不過制度可以改變 人心要經過兩世代才改變 這是我們A號教授 辛辛苦苦告訴我們的 我們台灣人建構了我們自由民主 我們現在重申了制度的建造 建構 制度建構 要從建構我們的新文化 重受我們台灣福 這個架構裡面要一個制度 尋求民主法治方面 來讓這個在體 這個在體讓台灣人的魂 能夠在這個在體裡面 永遠保持我們孫子有點強的 追求做人的反抗精神 追求著任何要讓我們不做人 我們一定維持我們做那個反抗精神 那反抗精神不是暴力 不是粗糙 那是應該要的 那是符合康德教的正當性 有正當性才有合法性 所以才有普遍領域 這是這個道理 所以說香港很有希望 有時候看事情 我們要不要 要學習文人教授講的 要用世界觀點看香港 我們要用台灣觀點看香港 否則你會被中國 共產黨嚇死 以為他能夠那個硬實力 現在是世界面一體的 民主自由價值體系 共同聯合理願 我們能夠從帝國的小裡面 尋求我們的另外一片點 就像我們的李登綜總統 那麼代理我們謀西都購紅花 然後追尋我們的依賴人 我這樣害我們相同同胞公民 同時我也感謝 那麼這個牧澤工作人員 他們在繼續是台灣的一個衛敬志願 所以就要建構台灣人 做一個人的形象 所以我們那個樂浩 我們那個吳鋒衛教授 他們都很辛苦 到處把哲學給點 其實哲學給點沒有那麼厚生 哲學就在可一處 你要去思 去懷疑 做人你要自己的判斷 共同的判斷就是民主 最大利益民主民主的判斷 所以說我也很清楚的江先生 他真的在十年代的公民政見 突出向道高的心理 在我們台灣危機的時候 他奔走全國各地 然後成立我們當時民主還危機制 共同努力 我再這樣表達了謝誠 謝謝 好 我們哲學信修的團隊也非常辛苦 OK 不過這個空間就是要培養大家 獨立思考的能力 你有講到培養你獨立思考的能力嗎 不會吧對不對 我們要培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來 來 來 年輕的 有年輕的 來 就是我想講一下就是 因為其實我相信在場的各位 大家應該都不太會認同 中國的這種獨裁式政治 就是所以我也是 我也非常支持香港做這樣的反抗 因為畢竟在存在主義哲學中 我們做這個反抗也是 我們必然去遵守的價值 但是我想提出一個觀點是 其實我並不會認為說 民主是絕對的對 或者說共產這種殘破的地質是絕對的壞 但是我相信我們應該要選擇的方向 香港並不是絕對的民主 而是絕對的正確 但是我相信我們所追求的自由 它應該要被實現 而不是說被這種 國家的體制所壓掌 所以我想 拋一個問題出來就是 我們應該要讓香港成為一個 歐美帝國 歐美的民主制 和中國的這種獨裁式 中間的一個棋子嗎 還是我們應該要讓香港去做 自己的努力去爭取到屬於他們自己的正確 就是想畫一個問題給大家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再找一位 再請一位 來 謝謝 剛才就有提到 就是反抗可能會 學會用到一些什麼方 那其實今天有聽一個演講 這個梁文康先生 那他就說那個時候其實 在反抗的過程 他是覺得 他是可以同理他的朋友 到上幾頭去反抗的 可是他自己會有一些擔心 就是可能 就是總共會採取一些掛鍋 就可能 比如說這些反抗的運動 跟港徒是有關係的 那過來後 我遇到之後就是 就是可以順勢推出一個 國安法那樣子 那他是說他的 他的講法就真的神通那樣子 那其實 我也不確定他這個說法 是不是對的 就是那個時候 香港人是不是不應該退出 做出這個反抗的行動 那我自己本身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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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答案了 可是 可是 會不會就是 透過這個行動啊 就是 提醒的 就是不只是香港人 還有世界各地 最熟民主的國家 讓大家一起去反思 什麼是自由啊 什麼是 爭議啊 那 所以 所以 就是想聽聽各位的看法 不知道怎麼看待這些事情 像香港 那時候做出這個反抗的 運動的時候 一定是 大家的心中 這是 對呢還是不對呢 剛剛那個同學講說 就是 到底 香港是 是淪為那個國際的棋子 還是 香港人想要自己努力 去爭取一些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這樣嗎 我聽下 聽下來的感覺就是 到底要外國勢力 還是不要外國勢力 是這樣的解讀是對嗎 就是我們是希望外國勢力 介入還是不希望外國勢力 介入啊 或者說 因為我覺得其實外國勢力的介入 是一種必然 只是 我們應該要依賴它多少 或者說 我們應該要追求的是香港的本身的獨立 還是香港的脫離 是其實 有點像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在從事它的意義上面是不一樣的 因為是 其實如果是從國際面來看 我們會希望的是香港脫離出中國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相信香港不只是想要脫離 它想要的其實 更像是一種獨立的 這種獨立出來的過程 就是它本身的獨立 而不只是一種從中國壓迫下的脫離 就是我想講的主要是這個 然後我必須要很殘酷的跟你說 雖然有時候有一些團體已經喊到香港獨立 但是香港獨立唯一出入在香港還不是主流 現在 對 那如果你說民族自決是不是主流 其實也未必 但是它的受眾可能又會多一點 然後我覺得其實現在在香港最大供應數 是雙聲鼓旋 對 還沒到自決 那也是我的想法 所以也不代表說我不支持自決或者是獨立 我只是跟你說 如果我現在跟你說像獨立或主流 你不要受傷 對 但是這確實是在香港上的盡控 然後到底香港要不要當一個棋子 要不要當美國的棋子 英國的棋子 去做這一種事情 我覺得啦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好人或絕對的壞人 只有現在對你好或現在對你壞的人 也沒有絕對的惡緣 不會說你是棋子 或者是你不是棋子 這麼簡單 因為你在國際關係上面 其實真的是個需所需 然後你說香港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爭取現在香港想要的事情 對 沒錯 現在香港人就是在做這一種東西 所以才會有一批香港人好像學戒啊 或者是錢中字啊 或者是一些流亡的手足 在外國不停的遊說 這個其實也是香港人自己的努力 希望有外面的力量介入去幫助香港去得到更大的 就是我們可以說最大公民數碼 或者是一些香港人對自由的理念的執著這樣 然後你也有想到說民主或者是共產 民主有他的缺點 或者是其實共產也是好的 那個我覺得你這個 其實你這個想法是很好的 因為其實沒有一個制度是完全是完美的 每一個制度 制度是死的 人是生的 所以其實那個制度的好或者是壞 其實是要看使用他的那個政權 或者是那個人他們如何去執行 那我覺得如果你 如果你要真的去選一遍 你覺得民主或者是共產 你覺得要再增長去選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去選人權 因為人權也是一個很大的供應素 就是每一個人生而為人 他們有一些權利 然後民主跟共產 他們其實是制度 人權才是最大的想法 對 這是我的想法 敏諺有沒有其他 先回答那個 那個 對啦 我要從那個自覺獨立那個比例來看的話 最近沒有什麼民調釋出來 我比較站長用一些實證的東西去推論 目前我所看到的香港 我不太 我現在在面對香港處境的時候 不太會脫離所有的脈絡去討論說 香港人是不是要做棋子 香港人是不是要自主獨立 香港人是不是要怎麼樣 因為香港面對的局勢 就是一個非常現實 利益錯綜複雜的 整個美國在裡面有利益 中國在裡面有利益 整個裡面都有利益 他才真正的麻煩 但是也才真的有趣 在台灣 上一個說台灣不要當作是一個棋子的人 叫做韓國瑜 他是在總統大陸邊 會裡面講的 然後我幫他講棋子 在講塞子 大家還記不記得 最近一個在台灣說不要當棋子的人 叫做馬英九 是我們的前總統 他說首戰即中戰 他顛覆了國際法學界的 對於台灣人是即便他自己作為一個國際法學的博士 他在告訴台灣人說放棄抵抗 他在告訴台灣人說美國不會來救你 對於台灣人來說 當然我們不能夠就是理所當然認為 國際包括可能美國、日本在戰略上面 他必然永遠是你的擁抱 但是台灣人要生存 台灣人要就像是前輩所講的 要作為一個人而有尊嚴 一個最基礎的條件就是 我們有能夠去保衛在軍事上面 然後有辦法在我們的安全有所保證 那本來這一些思考就會有很多複雜的 國際形勢判斷在裡面 但是我們要做的不應該就是 當然是站在我們立場之上 然後我們去 呃 我們去判斷這個形勢哪裡是對我們有利的 然後我們釋放訊號 我們在至少讓每 至少 我們至少知道我們是有抵抗的決心 而讓其他國家知道我們什麼時候需要幫助 而就像是宋承恩老師不斷的在最近幾個場合裡面所談的 至少我們在法理上 至少我們在國際各種形勢的判準上面 我們會知道說我們什麼時候應該要給出一個清晰的訊號讓國際知道 而不是給出一個模糊曖昧的說法 然後要我們放棄抵抗 或者是用一種娛樂的像韓國瑜似的這樣子的方式 來混淆我們台灣人面對目前的這一個危機的應對方式 那梁文道那個 已經很久沒看梁文道 梁文道這個人 基本上梁文道這個人他還在香港之前 不太會有人去念 就不太會有人去注意他的發言 他的麻煩是在於說 他不斷的想要告訴香港人說 你們就是不要抵抗 你們不要抵抗就不會有國安法 你們不要抵抗就不會死那麼 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受到傷害 你們不要跟北京做得這麼絕 就會有更多空間可以讓你們操作 他的看法其實是 我如果不要用一個道德的面向去批判他的話 他的看法就是 希望可以和北京站在一個協商的角度 然後在協商當中取得某種靈活的地位 在模糊的協商的各種行事當中 讓香港人不會受到太多的傷害 但是我必須說 協商並不是永遠的妥協 就是香港人面對北京的種種作為 其實也是依據北京對於香港他採取怎樣的措施 而香港人做出反制 而這些是正當的 雨傘運動為什麼會發生 就是因為在831的那個人大的 又是一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然後他就說他不讓香港人有真正的服選 甚至在那個特首選舉的小圈子裡面 他都不讓香港人有辦法有公民提名的方式 然後來競選特首 香港人在這幾年面對北京的抵抗或說反抗 其實有很多時候都是北京自己收縮了 自己限縮了中間那個模糊空間 如果我們把香港的情勢 對比到台灣在美麗島事件之後 就是接近民主化的這一個發展的話 我倒覺得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差異就是 當時的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在面對這個島內 或者是說台灣國內這個民主化的訴求 以及可能其他國際的壓力 甚至到後來第三波民主化的興起之後 他必須面對這個國際的潮流做出一點回應 可是中國共產黨現在在做的事情 其實正正相反 習近平他現在提出來的 比如說經濟上的內循環 他說要建立一個和美國可以完全脫 他要不依賴任何外國的勢力 他要把中國人、中國的領域全部關起來 然後中國人自己搞中國人自己的事情 他不斷的去切斷香港所有中間派 所有溫和派、所有歌派 所能夠以為和北京政府協商的空間 我認為香港年輕人最後一次和北京政府協商 是出現在雨傘革命的時候 學聯的代表和林鄭月娥坐上談判桌 然後和他們協商 而我也必須說 我相信當時參與協商的這幾位學聯的代表 包括周永康、包括陳奧輝、包括梁藝國、包括 如果當時還有誰?羅冠聰 我可以非常斬釘截截告訴大家 我可以帶他們講 他們認為那次協商也是失敗的 因為那個協商是沒有任何準備的協商 那個協商是香港人沒有任何預備的籌碼 和北京溢價的協商 我會支持一個運動就算是吳大台 他也必須要逐步的在這個吳大台的情況之下 找到一個大台 一個有辦法有名義認受的一個代表 來為這個運動擬定一個有辦法 比如說和最終終局可以和你的敵人 有辦法談判、有辦法議價 有辦法讓傷亡降到最少 有辦法實現這個運動目標 有辦法讓抗政的這一方的利益體大化的一個 談判的代表 這也是一直以來台灣的社會運動 台灣的學生運動 一直不斷地面對的那個課題 就是領導與群眾之間要怎麼搭配 但是香港人現在沒有出現沒有錯 香港人現在的運動領導沒有出現 有幾個因素 當然就是一方面運動領導都被抓完了 在過往看到楊天晴 然後看到的這一些 如果從選軍機之後被DQ 然後現在他們也不斷地在抓 另外一方面就是北京 他沒有太多想要釋出的空間 讓假想要釋出的善意 讓這個談判可以連續 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實香港必然得找到那一個 你是談判不是妥協的那個基本條件 就是你有什麼東西是可以讓北京害怕的 你有什麼東西是你站上談判桌 你是真正有籌碼可以跟北京協商議價的 那個東西要出現 談判才有意義 要不然就會出現像是雨傘革命的那個中舉 就是談判失敗 限度分裂 運動低潮 然後大家對於民主不在信任 那個會是一個危機 那我認為梁文道所指出來的那一條道路 並不應該是香港人現在的最佳選擇 雖然我不認為香港人可能現在的所爭取到的結果 真的是最好的 我也不敢說這種運動模式一定沒有一個更加好的替代方案 但是我覺得蠻可以肯定的說 也正是因為去年香港人願意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而對於台灣人而言 美中關係的轉變加速 而對於台灣而言 因為有香港轉移了台灣人 轉移了中國在處理香港議題和台灣議題上面 然後也因為香港自己願意付出這麼多的代價 在抗爭上甚至流血 所以從人權及民主法案 到後來香港保護法案 到後來香港自治法案 到一系列西方的反制措施 才會在這麼快的進程當中達成 而我認為必須更快 尤其是中國現在 我剛剛所講的法律閃電站 其實對我們來說最大的警惕就是 香港只是中國的其中一個部署 台灣也有可能是它下一個部署 那我們現在不確定中國會做出什麼動作 但是我們現在必須要做的就是 要想辦法的比它快 要想辦法的在中國的下一個動作之前 我們有能夠透過我們自己的民主機制 然後做出反應 然後有辦法在所謂民主開放透明的原則之下 我們還有辦法團結 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的各個民主社會之間 那個才是真正可以解決中國威脅的問題 不然如果今天香港就真的 我覺得在沒有任何籌碼之下進行的所謂談判 那其實是一種妥協 是一種讓波希 是一種放棄的話 我不覺得現在的國際局勢會比 我不覺得在那個情況之下 那個國際局勢會比我們現在看到的還要好 那現在可能是一個關鍵 國安法接地的快兩個月 然後美國的制裁一道比一道的更加迅速 然後老實說 台灣目前還沒有這麼清楚的在談論這一些 軍事衝突的可能 但是這可能是需要在另外一個場合 才可以講得更清楚 但是我覺得各種可能性都有可能發生 尤其是在北京的作為 遠遠的超乎我們的想像 或者是北京的態度 遠遠的超乎我們對它的預估 那我們應該做的是想盡辦法 讓北京知道我們是有實力的 而不是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之下 而對它讓步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再開放一些朋友來一些討論 來 你好 我想這同樣是一個分享的一個疑惑 就是說 我非常敬佩金明蓮跟特別對應眾成的老師 一直在對國際法 或者是所謂的國安法的一個分析 可是我自己會有一個感覺是說 文化程度上它好像帶給我們的錯覺是 這個對手 這個坐在不管是談判桌的 對面的那個對手 是可以講理的 因為你在分析它國安法講這麼多的時候 還有什麼法律上的範疇什麼時候 可是它根本那個只是都是 文化程度上只是借口 因為它根本不是一個法治國家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是假的 你把它的法律台灣分析得再好 那東西隨時都是變掉的 它只要立刻再有一個新的解釋 就推乎你所有的預設了 那文化程度上我就覺得台灣在現在 我個人的感覺是 好像一直在想說我們要怎麼應對國安法 就好像就帶給我們一個錯覺是 它是我們現在我們所熟悉的 就是可以講理的對手 然後文化程度上 如果我們看就是所謂的習近平政權 它在一直以來過往的施政的一個風格的話 在我目前我相信這樣的一個講法 就是說它其實走的就是 所謂的被人家屁立平常 最沒有政治智慧的 所謂的完全硬衝的一個政治風格 所有的事情絕對都是用最蠻 最硬的方式跟你去做解決 就是最不起大家的方式做解決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個人的評估就是 基本上中國 中共習近平政權的結束 要嘛就是它內部 就是自己先受不了的鬥爭結束 不然就是一定在外在壓力下 在軍事戰爭之下導致的結束 而根據它目前做這風格 它絕對不可能在習近平政權倒台之前放棄 不管是對印度或者是最簡單的對台灣 發動一個軍事的衝突 有意的軍事衝突 來紓解壓力的最後的一個掙扎 那這樣子的話 台灣其實所謂的真正應該去做的一個想法 當然還是要去講所謂的文化 就是動嘴皮子的功夫 從何理非王之鋒那樣的一個 何理非的一個功夫還是要做 可是台灣的人民真的應該去做準備 特別講是對人民的事 我們不是應該恢復那樣的所謂的備戰的一個精神 就是比方說我們被 當然也許這個可以再討論 但是比如說我們被美國所建議的就是 是不是應該要考慮真兵制的問題 還有台灣的人民到底是不是還在活在這個 我們是一個歌舞生平 舞照跳馬照跑的那樣的一個快樂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有非常好的小卻性的那種感覺 而去忽略了說 在未來習近平政權垮台 中共垮台之前 我們比如說二三十歲 四五十歲的人 是絕對有可能在人 他的一生當中接觸一場戰爭的 不管會不會打到你 會不會打到台北 或多少台灣會損失多少 但是一定不可能沒有一場戰爭的 甚至是說除非你非常非常運氣好 他先跟印度打他先跟俄羅斯打 不然的話要是我來挑一定是挑最軟的台灣才先打 那這樣的話台灣的民眾在沒有去改變這樣的思維之前 是否才是落入了一個最危險的一個心態 是說他如果真的不小心打了 原本有人打不贏的還真的被他打贏了 就因為我們完全沒有那個作戰的心態 甚至是我不認為蔡英文政府可能最近真的有在做 因為軍購案然後間諜案的那些事情 可是我至少可以就我個人的角度講說 我覺得人民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人民特別是因為最近的科芬他一定太成功了 所以真的是過得太快樂 我覺得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 我們完全處在於這種小學性的年代 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那不曉得兩位或者是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 謝謝 好 我們再引起一位 然後我們就請兩位 就是稍微做個回應跟結論 有喔 來 請問一下 盧豆干五 干五一點 點名 好 如果沒有的話 來 簡單 我們就簡單說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想到的朋友 如果 國安法是北京人秀出來的馬手 那 我很想知道 你 明天會想 秀出你什麼馬手 給北京人看 好 就是人民的 人民的反擊 跟人民的可能是什麼 來 雲彥 不然雲彥先 我足點回答 呃 基本上我今天對國安法的分析 不是把它當作是一個不法律的分析 它是一個統治工具 那 我認為我對他的分析是有必要的 是因為我可以從中看到中國做的重要準備 那這個必要性是在於說 我不想要低估對手 我想要知道他所做的準備 我們應該怎麼反擊 所以我覺得就這一部法律手段本身 它作為一個統治工具的形式 對於香港甚至全世界包括台灣的影響 我們必須解釋應對 但是我們不需要 也完全沒有必要去期待 它作為一個法律本來應該所展現的法治精神 這個是完全不存在的 它也沒有任何關於人權條款和程序的正義 這個也都清清楚楚的寫在他自己所寫的法律條文裡面 那 但是這個必須要談 因為我不太敢低估中國目前的作為 雖然 就像你剛才所講的 我大概可能也可以抱著一尺可能禁就是 習近平這個政權是相當不理性 他可能將中國帶向一個非常糟糕的經濟 或許他現在正義這樣子帶 包括不安肺炎、水災、竹溫、還有黃蟲 什麼還要北京之前一直出現鼠疫 一直一些光怪入離奇奇怪怪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就算是有這些外部因素 也真的不能巧輕易輕忽 他作為一個極權國家對於整個民子民高 簡單來說就是社會資源很動員力 就是他可以犧牲很多中國人去承受他的政治目標 這可是民主國家做不到的事情 蔡英文政府他沒有辦法犧牲大部分的台灣人 然後把這些資源動員起來去對付北京政府 但是中國政府可以這樣做 他可以犧牲可能95%的中國人 然後把資源集中在軍事 把資源集中在少數的共產黨的統治利益解體 那以這個基礎來看的動作 我覺得是非常需要行政的 那這也是我們面對極權國家 或者說民主國家面對極權國家 一個很長難解的問題 那中共的改變 確實如果從歷史上來看的話 威權國家發生變局最多的機率大概都是政變 就是其實內部自己 從自己團的政治啊 就是你要從由下而上的改變 這有點天方夜談 台灣是一個特例 那我們也其實不太能夠用台灣的民主化指引去看待其他世界各地的威權轉型的國家 這個太不時機了 我認為中國現在你要說 大家如果要說從由下而上 或是從由香港開始的政治的改變 機率可能幾乎是零 那它內部政治會出現怎麼樣的變化 或者是另外一個因素可能是軍事政變 或者是外國勢力的改善 讓威權政體有可能轉型 因為這個東西最麻煩的就是 作為一個研究者 我們沒有資訊 就是 研究這個東西我沒有資訊 所以沒辦法隨便做判斷 所以 但是我們大概只能從歷史上面 這一些已經公開的資料去推測 中國它同樣是一個典型的威權政權 但它有可能有怎樣的變化 我是同意你 它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內部政變 但是我們沒有資料 那再來就是 台灣自己 我先推銷一下我們親民的自己的活動 就是那個 我們在9月19號20號的時候辦一個紀念工作坊 那主題是2021年台灣 其實我們也是想要面對這個問題 在現在這個情勢之下 我們會認為說 其實公民社會必須要有更全盤的戰略思考 這不只是國家的事 這也是公民社會的事 所以我們在那個工作坊裡面的做法 我們會希望邀請人在座也可以來報名 就是如果你有就是在組織工作 國會助理或者是NGO工作者 我們在內部裡面會做的事情就是在2021 對於2021年台灣情勢的預判 然後民間應該有怎樣的因應 就算我們的手段不多 我們的手段不多 但是我們也還是必須要做 那9月10、23號是給大轉生的 所以也都可以報名這樣子 那但是我還是可以多講一點的話 我不是局勢專家 但是我如果是以一個議題工作者 或是以一個公民社會的角度 會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當然現在中國他為了可能2021年是中國建黨百年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 2022年是習近平三連任的那一年 所以按照中國政權的運作邏輯 習近平他要維持他的三連任 是鄧小平天安門後天安門秩序之後 第一個中國的國家主席要打破這個秩序 他要取得統治正當性 然後他在2021年又要應付自己黨內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紀念 他必然得做出一點什麼事情出來 來維持他的統治正當性 那共產黨台灣會不會是一個選項 當然有可能會是一個選項 那如果再更仔細一點去看 比如說最近出來的一些公開的資訊 像《南華早報》之前放了一個消息出來說 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軍 他說叫解放軍不要開第一槍 我認為這個是依照共產黨或解放軍的邏輯來說 這也是合理的 雖然他們必然得做出一點事情 可是他們現在沒有打敗美國的實力 或是他們沒有和整個自由民主國家陣營宣戰的能力 這個是中國可能現在還做不到的 那要短期內你要提起直追可能做不到 所以上大會有人推測說 他是不是會用一個小規模區域性限制的局勢衝突 來打到這個效果 他不真的去打台灣 不真的去打印度 他可能佔你的什麼東沙島啊 佔你的金門馬祖啊 然後他試圖讓這個衝突 限制在一個區域範圍內 而不真正和美國展開熱戰 這也是一種情境模擬 但是老實說在現實之上 假如這個東西成為現實 我也覺得很難保證 所謂的小規模區域性限制的趨制衝突 不會插槍所謂變成世界大戰、熱戰 這都是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但是這是未來的形式預判 我也不敢說一定會發生 也沒有人能夠說一定會發生 只是我們必須做出準備 所以來參加我們金明年的活動 最後回答那位朋友的問題 那個國安法做出一些反制 我們金明年今天早上開了一個記者會 我們宣布成立中港資觀測站 就像是有許多港資 他背後有可能會有中資 我們今天早上談的那個企業 這個企業就叫做嘉里大龍 嘉里大龍的老闆是 香港嘉里集團的郭賀年 郭賀年在五月底的時候 就宣布跟香港的前特首 董建華和梁振英成立了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他們還出來宣示他們支持國安法 那這樣子的一個企業 本來是我們在太陽環境當中 我們反對馬英九的服務貿易協議 我們想要打掉的東西 因為它掌握了台灣大部分的物流業 你晚上去看711的外面那些車子 都是橘色的嘉里大龍 它很有可能就會掌握這個同路的上架權 而去決定了我們這些消費者 在終端市場能夠有的消費選擇 這個是我們當時要去擋掉的東西 我們在反服貿易運動裡面 可能某種程度上還是成功的 但是這一些中資的危害 化整為零 它還是進到台灣來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 要怎麼反制 必須就是要持續的做 因為我也常常在記者會上面說 蔡薩普做得太慢了 所以很像基彬年一直說要做要做要做 所以我們那個貼文剛發出去 8點半剛發出去 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個貼文可以點開可以看得更仔細 因為今天的題目不是這個 但是台灣的反制行動還可以很多 我就當黨制這一些 我們也會繼續講 可是今天議題不在這裡 但是面對國安法這些都要做 就可能聽起來好像暫停之下連結不太大 但是這都是對中戰略的一部分 政府該做 明天社會也該做 我們2020年遇到這麼大的局勢的變化 2021年 這是大家站著腳步 我覺得風可能會覺得更大 郭惡靈不是畢國人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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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最後的那個朋友問香港人如果 關一個腰肌肉出來 然後我們要怎麼辦 是不是 那 好啦 我用格鬥的那些觀念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三十以外的你就好 那如果兩十以內的話你就要先擋 香港跟中共政權的那個Muscle 其實是有一點不能夠太相比評論 然後畢竟其實我們在香港在主權移交之後 是沒有外交跟沒有軍事的 那如果你一定要用Muscle這個比喻來說的話 就是如果一定要用軍事角度來說的話 那個他們收了我們一條國安法 然後又可能威脅或是甚至其實現在在香港沒有解放軍營 用這種東西來威脅香港的話 我們是沒得反抗的 我們是沒得打回去的 所以如果用一個格鬥的思維來說 他已經在我們糧食以內了 然後他要攻擊我們的話 我們最多最多就只能先擋 擋到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想另外一波的攻擊 所以我覺得現在香港人來說 雖然我們在做一些可能國際的串聯啊 在做制裁的名單啊 或者是在做杯葛啊 杯葛就是什麼 我還靠這個 我還靠這個 有嗎 那個台灣會講杯葛嗎 有嗎 之前有人跟我說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是什麼 是敵字 敵字 那種 其實這種東西 香港人不管是在香港境內或境外做 其實也只是在抵擋中共的壓迫而已 所以你說現在香港要如何 可以有一條Muscle去防治的話 老實說啊 我覺得除了萬國勢力 就是串聯國際的力量之外 真的是毫無辦法 誤解 我想要知道的性能 所謂主動權 就是我們如何 我們如何在這個運動裡面 再繼續主動一些做的事情嗎 好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剛剛聽到的那個備戰精神 我也是 我以為是延續下去的 好 那我就接一下 我們要如何做一個星斗小市民 如何去主動對中國做一些事情嗎 然後我講一個例子就好了 就是叫黃色經濟權 在香港裡面 其實它也是一個在自由市場裡面的 一種消費的選擇 就是支持香港的運動的話 那一些就是黃店啊 或是黃色的那個生意 business 那不支持 或是甚至支持 也不是說不支持啦 中立那一些好像現在不要算 那如果支持政府 或是警察的那一些店 或生意都叫藍店嘛 那如果作為一個香港你支持 就是香港運動的話 其實很多人就主動去那一些黃店消費 那不管那一些藍店有多好吃 他們那一些也不會去吃這樣 那如果 其實老師說我們的主動權 我們又不是政治人物 然後我們又不是黃之鋒 然後我們又不是那一些很厲害的學員 我們不是戴藥廷 那其實作為一個平民 我們的主動權就大概就是長這樣 所以很被動 沒錯 但是要不要繼續做 還是要繼續做 甚至如果今天在座的 可能台灣人 或是馬來西亞人 或是香港人 那我也想要問你們一句 為了支持香港 你願意不再買Made in China嗎 就是因為中國打壓我們香港的人民 你給錢給這個國家 其實好像變成就是在打壓我們一樣 或是你願意用你的消費行為 去削減中國的經濟 或是在中國金錢上 在世界上橫行的那一種霸道嗎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選擇很簡單 我比較不會講比較很大很宏觀的東西 我喜歡就是東西要一步一步的去做 你支持香港的話 你可能自己定一個目標 一個禮拜裡面跟可能至少一個朋友 講香港的事情 如果你支持香港的話 可能你明天買衣服的時候 你每一個都很龜毛的拿出來看一下 是不是Made in China 是的話我多喜歡這款式我也不會買 對啊 所以做一個平民的 我覺得做一個平民的主動權 就真的是長這樣 好悲觀喔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希望我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好 我先借大家的手續謝謝兩位 先來分享喔 不簡單 香港這幾年的反抗 不簡單喔 我們這個空間作為香港的黃店之一 所以這是台北最常的黃店 對 台北最常的黃店 所以歡迎大家時常來面當嫌疑犯 或者是現實犯喔 好 我二十年前大概聽過一場演講 我那點有在會議上有分享 不要說一顆飛彈飛向台灣 我想一顆子彈飛向台灣 台灣就實質獨立了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在座各位台灣的人 你做好準備做為一個台灣人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你應該有做一點準備 做一點台灣 這才是重點 我們有那麼好的健保 健保就是我們一個 兩千三百萬人分配的這個機制 形塑了我們台灣人的意志 我們有很多好的制度 民主 我們對民主的一些信念 形塑了我們台灣人的意志 那當假設 剛剛明年所說的 不確定性發生的時候 作為一個人民 你要用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跟方式去反抗 我覺得這部分可能是我們 的確要思考一下的 那當然我覺得 我個人沒有什麼悲觀 我個人覺得 你們知道昨天四川發生毒氣大外洩嗎 整個城鎮 整個城鎮疏散 頭逃離 中國現在實質上 已經處在一個完全沒有治理能力的狀態 但是在這樣的狀態 有可能習近平會用一種方式來移轉他內部的一些矛盾 這個說實在的不一定 真的 這個 他幹的是什麼事情真的不一定 但是 的確中國 不管是COVID-19 不管是豬瘟 不管是說 內涝 什麼叫做內涝 就是那種無禁止的大水災 無禁止的這樣的一個山崩地裂 無禁止的這種人為性 半人為性的災難 持續的發生的狀態之下 我覺得現在整個中國已經處在一個 沒有辦法治理的這樣的狀態 那當然台灣我們自己做好的準備是什麼 香港我們做好的準備是什麼 這才是重點 所以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也謝謝剛剛菅小姐的提醒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多告訴你身邊的人 香港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明天跟剛才的分享 不想賣肉化的其他人要了解 我最後用一句話 我時常跟很多人分享這句話 去賣肉化的關懷只會留於同情 而香港人不需要我們同情 我們是要站在一起 就好像我過去認為 台灣人不需要人家同情 我們就要跟所有人站在一起 反抗到底 我想就作為這樣的結論 去賣肉化的了解 只會留於同情 同情只是短暫的慈悲 那我們就一起 一起改變這個局勢 讓台灣更好 讓香港更好 以上 加上 以上 加上 好 好